设计感服饰有很多,不同的设计带来的风格也有所不同,但时尚在发展,人们对美的追求越来越高,设计叠加成为了潮流,但并不是所有的叠加都是成功的,雷琴还是有很多,所以一点要擦亮眼睛仔细选择,女生们在日常穿搭中怎样穿搭才会拥有高级感,还有设计感,我们记住这几点就足够了。 本期就与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把简单基础的时尚单品穿出设计感和高级的风格,快来看看吧。 杨子身穿衬衫配吊带裙,看起来有点乖,好有邻家妹妹的感觉,真是让人心生保护欲,身上的吊带和衬衫也是很有设计感,虽然简约但看起来就很时尚,空气刘海造型真是太适合杨子了, 配上娃娃领衬衫,真是太甜了,娃娃领的设计真的很能增加甜美少女感,也是甜美风服饰最常见的设计元素。 一件服饰的风格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于设计元素的,可见设计的重要性。 设计感不是穿搭,泡泡绣花边衬衫加黑色吊带连衣裙,在日常搭配中,我们要遵守一个原则就是简单舒适,还会有着亲和力不会给人过多的距离感。 所以在配色方面,我们就要尽量选择暖色调或者是经典色的配色,但是往往在夏秋季节里搭配暖色调会带有沉闷的感觉。 所以我们用的更多的还是经典色的搭配年轻的女生们,搭配灰色会有显老气的风格,所以还是以黑白为主。 上身可以选择一件白色的衬衫,想要突出女性的甜美和可爱。 我们可以在衬衫的款式中选择一些独特的设计,比如说泡泡绣,娃娃领来增加气质。 泡泡绣其实对于宽肩的女生们来说是非常灾难的,在视觉上它是可以拉宽女生们的肩部线条,所以宽肩的女生要避开泡泡绣的穿搭。 在领口处,我们也选择衬衫的款式,选择带有花边的领口,不仅增加了正视感,还会有着减零的效果。 在选择一件白衬衫之后,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件吊带的碎花连衣裙,进行搭配。 搭配碎花连衣裙,是会有着清新甜美的风格,因为我们整体要强调设计感和高级感。 所以对于碎花的图案选择,我们也要尽量选择白色的碎花图案,可以选择小花朵宽松的点缀,不会给裙装带来拥挤感。 如果女生们脸型是比较方可大的,在选择连衣裙的时候,可以选择轻微深地的领口款式,可以有效的去修饰我们的脸型。 而且还有一点好处,即使是宽肩的美美们搭配泡泡袖,也可以有效的去收缩女生肩部的线条感。 下半身的裙装选择白者裙的设计,因为白者裙本身就自带的碱灵感,可以与上身的服饰风格进行相互呼应的。 在下身的裙装上面,可以选择与上半身裙装不一样的图案,下半身选择拨点的元素相比较与碎花的元素,是会更加的甜美和可爱。 但是颜色上面都是同色系,这样的搭配会给人丰富的同色感,而且还会有着一定的设计感。 因为上身我们选择的是泡泡袖的设计,本身就会有着复古的正式风格,所以我们群场要选择长款的裙装,但是一定要露出脚踝的长度,才不会去压制住我们的身高。 如果是没有脚踝的美美们,个子偏高的话,可以选择长裙去遮挡对脚踝。 如果个子偏低的女生们,可以选择一款长款靴子来进行遮挡。 在长款靴子配色上面,我们尽量也要选择黑色或者是白色,只有在颜色方面进行统一了,整体的形象还会具有高级的风格。 想要表达出清纯亮丽的风格,白色的靴子是更能突出这种气质的,因为整体的服饰打造出来的是简龙可爱的风格。 所以我们在首饰的搭配上面,就不要选择比较高贵华美的首饰,要选择简龄精致的钻石首饰,这样才会让整体的形象更加的完美。 毛衣加短款白褶裙,我们在早秋季节里面,可以选择毛衣搭配短款白褶裙的设计,因为在萧桥的秋季,我们搭配有厚重感的毛衣,会给人非常温暖的氛围。 但在选择毛衣配色选择上面,要选择米白色,或者是燕麦色的色系,会更加干净和青春的。 如果年轻的女生,搭配比较有力量感和温度感的棕色,可能会过分的显老气。 下身搭配者群设计,就选择普通的格子款式,这样的搭配,还会有着校园美少女的风格。 漏肩衬衫加阔腿裤,衬衫搭配阔腿牛仔裤,也是我们在日常搭配中,非常常见的一种搭配,但是好多女生认为白色衬衫已经穿得腻了。 我们可以选择蓝色条纹款的衬衫,不仅能给人轻轻的感觉,还会增加一些鲜明设计感。 如果是宽肩的美眉们穿着,也是可以有效改善肩型上面的不足,还是会有极具有鲜明特色和个性的。 镂空服饰我们想到镂空服饰第一,会想到镂空与蕾丝相互结合。 其实我们可以选择镂空和棉布结合,不仅是有着设计感,还是会更加的简明。 在配色方面我们选择清爽的蓝色绒和白色进行搭配,即使是繁琐的图案,也是可以穿出轻盈的风格。 因为镂空的元素是非常通透的,我们可以选择流苏花边的皮肩,不仅可以细形有效的遮挡,还可以为整体的裙装增加层次感。 日常搭配如何穿出高级感和设计感,我们要搭配的细节是非常多的,不仅仅在款式和配色方面下功夫,我们还要去选择一些点缀的花边,或者加入一些夸张的元素去进行装饰,这样搭配出来的服饰才会更加的前卫和时髦。